Hello 大家好 現在我要教的是利用Blender來切割模型 那麼我現在先利用它現成的模型來教 我用Shift A 然後我把一隻Monkey加進來 那麼這一個方塊我先把它取消掉 把它刪除 刪除之後我現在看這個Monkey 那麼我調整一下它的方向 那麼現在如果我要把這個猴子從中間切開來 那麼我可以切換到Edit Mode 然後選擇Bisex 接下來我畫一條線 它有點歪沒關係 我們在這邊可以調整 那我就在這邊調整它的角度 這個主要是調角度的部分 就是它的平面的髮線 那我這邊依這裡設0 所以它這樣就會是正的一條 看起來是一條線實際上是一個面 那這樣做好之後 因為這邊Y是1嘛 所以它就是朝這個方向 那所以這邊叫做外面 這邊叫做裡面 那我就可以來選擇這邊是 你要Clear哪裡 如果是ClearInner的話 就是把裡面消掉 但如果是ClearOut 它就是把外面消掉 變這樣子 那這裡有個選項是Fill 你可以看到它如果選Fill的話 就是把這個洞給它補起來 那如果你今天要切割的模型它比較多 那你就可以先切完這個之後 好 然後呢 我們再切 再切另外一個 好 再按一下Bisex Bisex一定是要在Edit Mode下面進行 然後呢 你一定要選到這個模型 然後呢 再選這個 然後 再畫一條線 好 我現在選了 要全選 按A全選 接下來 畫好之後 調整它的 髮線 方向 好 我這邊是001 所以這就是上面 這就是外面 這就是下 裡面 所以我現在 ClearOut 就是把上面的這邊去切掉 所以這樣你就可以把一個 比較複雜的模型 比如說 City Scan的模型 就把它切得比較小 好 那這就是前半部 你先把模型切小 之後 可以做的事情